五妹 咱俩 国庆节结婚吧 好不好 国庆节 好像有人敲门 管他呢 敲敲起来 真有人敲 谁呀 我 老板家 搞你呢 阿芳妈 是啊 快去看看 没事没事 没事 来了 阿姨 您找我什么事啊 我就找你 我告诉你 我们阿芳说了 他肚子里怀的就是你的肿 什么 你小子你 你笑什么你 不是 我的种 这怎么可能啊 你 你小子 我告诉你 你有哭的时候呢 你说吧 这个事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 这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小子想赖账是不是 不是 阿姨 你别叫我阿姨 行 我这么跟您说 如果阿芳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 我就是个王八蛋 你就是王八蛋 我告诉你 我们阿芳说了 他肚子里怀的就是你的孩子 你 您说话可得有证据 这样 你把阿芳带到医院去检查 如果他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 我天打五雷轰 行了吧 行 行 王科生 你小子你等着吧 老天爷会来收你师的 你等着吧 你小子 什么东西 我 这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可笑真是 我说你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问你呢 我说你 我说你可真有意思 你怎么还能相信他说的话呀 我该信谁的呀 那当然相信我呀 你当然相信我呀 我是你丈夫啊 那阿芳为什么平白无故冤枉你呀 这 他肯定是冤枉我了 我是清白的 那也说不定是他们家阿芳跟别人有了一腿的事 然后再赖到我身上呢 我说啊 你 你别这么看着我啊 这看人心里插毛 王恶生 你心里有鬼 我叫我怎么跟你说呢 天地良心 我说了 我要是跟阿芳有那种事 我王恶生不得好死 我天打五雷轰 你 你上哪儿去呀 我回家 那你是不是再回来呀 等你把身上弄清 你不再说 你 你这算怎么回事啊 就怎么回事 我回家 嘿